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是做这个腹部的抽脂手术 那抽下来的脂肪 这次你希望是移植到胸部去 那移植到胸部的脂肪呢 依照经验存活率会大概一半以上 那以你的身形的话 一直到胸部的脂肪 应该可以提升接近一个罩杯 也让胸型会比较好看一点 术后的照顾是很简单 只要你的这个束腹带硕身有穿好 那基本上术后大概休息个一天或两天 就可以恢复你正常的工作 激烈的运动的话 可能要稍微等一个月或两个月 因为我们在抽脂完之后 我们的皮肤跟底下脂肪这一层 很需要一个修复的时期 我觉得我指导医生 就志宏医生非常的专业 然后他很信心聆听我各种的想法意见 再来的话 我觉得这里的护理人员都很热心 然后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让我很放心的在这里动手术 所以我非常推荐交组医美正气外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